誰都靠命奪われてく 君は靠命的究極愛 今才現れない 一番押忍的成長 影像中今舞的是 為台北動漫街廠商及音社推廣大使 知名團體未來少女紫月光 台北國際動漫街2月1號到5號 在世貿醫館盛大登場 紫月光 哈囉我是依雅 哈囉我是Shoo 哈囉我是Bling 哈囉我是萌萌 我們今天非常有榮幸 我們是擔任 基因社全景全境式漫畫光影展 MangaZive的推廣大使 我們真的非常榮幸可以在這邊 幫忙MangaZive推廣 然後推廣到台灣 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好的作品 紫月光會好好的推廣大 推廣 就是興趣 然後剛好 因為今天 剛好有未來少女選秀節目的 幼兒園水瓶跟紫月光 然後就 就順便來參加這場 應該說 今天最主要 他們就只是 來 算是有點滿場充氣氛的感覺 對 因為平常 他們在外面商演 表演的活動會更低 我是因為他們 來到現場 然後 所以買票來看他們 看到的心情 應該是 能看到他們當然是很開心 現場 讓人潮絡絡不絕 摩肩並走 110家廠商 莫棉花 台灣角川 輕文出版 尖端等各大動畫領域龍頭 或出版界巨二進駐展場 約800個攤位 共享盛聖劇 動漫節不僅有多元豐富的展出內容 熱情的簽名會 豐富吸睛的商品 還有漫步在館場中的coser 熱情的與攝影發燒友互動拍照 我叫Mio Mio 我有在拍一些短音音 還有當WiFi模特兒 有在拍一些東西 你們平常有來動漫展的習慣嗎 這是第幾次來 我是今年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 出來做coser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害羞 害羞還好啦 還好 平常 都習慣做一些有趣的表演 對 所以習慣 然後 可以追蹤哪一局 對 裡面有一些無理頭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歡樂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 一拳超人世界裡面的龍卷 跟崔璇 對 然後我是S級英雄 然後崔璇是B級英雄 對 B級 對 對 然後我們是因為 就是喜歡 這個一拳超人世界 所謂裡面的那個 就是這款遊戲 然後我們就是想要 來這邊角色逛逛 然後出這個角色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是職業的coser 對 我們今天就這樣來逛這個展覽活動 對 因為我們 本身我們兩位就是coser 那 對於就是 對於這兩個角色 然後很 有興趣 然後剛好也都是我們 這個作品中的本名 那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出了這個角色 然後前來才 來逛逛 對 我今天扮演的是一拳超人裡面的索尼克 然後 他跟主角崔璇就是一個相愛相殺的 呃 一個關係 然後 他這裡面是一個仿派 但是他這個角色 非常的帥 所以我很喜歡 對 也跟 也喜歡他的一些出的遊戲之類的 他是 一拳超人世界之類的 所以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爸爸平常有在打電動嗎 欸有 那 怎麼會選 草神這個角色 讓女兒coser 他自己選的 他的 八歲的生日禮物 cos這個角色叫什麼 娜希達 為什麼cos他 呃 因為 他是我喜歡玩的遊戲裡面的角色 主辦單位 估計從2月1號到2月5號 五天活動走下來 可以創造約兩億的商機 歡樂喜慶中排隊找新移商品的民眾外 大聲吆喝攬客的老闆們也卯足全力 把動漫周邊推入民眾的替代中 那我們攤位的名稱叫金玉選保會 那我們是做日式抽獎的線下品牌 那我們本身會抽的是動漫化的電玩主機 痛主機 或者是iPhone15 Pro 或者是PS5加PS5VR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也都是抽這些動漫周邊啊 或者是公仔相關等等的 對 那就是有抽就有機會 哇 那個我們大概前前後後最少有10年了 對 對啊 就是 都有參加啦 欸 動漫展真的是越來越好 對啊 來排什麼單位 馬上來什麼 我主要是來買親吻 想買那個枯雨公色的特裝版 呃 覺得 這個活動還蠻熱鬧的 然後排隊都要排很久 覺得很辛苦 是蠻好玩的 就每年都會想要來看一下這樣 只是人很多 對 人真的很多 參加同仁展啊 曼博等等都會參加 D.U.T.F.F.都會參加 隨著時代的推進 接受動畫 漫畫長大的80後 也成為爸爸媽媽 從父母排斥孩子看動漫的時代變成 藉由動漫與孩子同樂 引導孩子快樂成長 聯繫兩個世代的親情關係 帶女兒來參加這個動漫展還蠻開心的 有很多跟她一樣喜歡POST的那個朋友 對 然後許多朋友都會來一起拍照 蠻有樂趣的 原神起到 記者丁克宇 汪宇俊 台北報道 好